这就是那个 如果说对这个寺院比较感情的话 可能大家都知道 这就是那个比较 在湖北这边 应该是三大寺一的 张华氏 它的有名主要是 目前我知道的 走的两方面 第一是 它这个位置 原来楚国的那个 应该叫 张华台是吧 就是原来一个 也不能叫楚国的国 不是它国度所在地 就是它的一个 一个这样的性贡 一个性贡的所在地 这是它的一个知名的地方 还有一个知名的地方 就是它的 曾经的在清朝朝啊 当时的这个寺庙的一个方丈 去 去供礼给那个 当时的皇帝是谁啊 我记不住了 大家感情的话可以查一查 奖金 当时的那个皇帝很很开心 然后赐给他一些这个 这个叫鸾架啦 也包括那个后面还有那个浴翅的一些牌匾 这样一个 一个历史啊 所以这是奠定了它的一个在这个寺庙上的一个一个地位吧 这个大家看到的面前的这一片这个废墟啊 原来是一片那个 怎么说啦 是一片原来的小的那种 小民宅吧 居民区 但是是 不是说那种 不是那种家属楼啊 不是家属楼啊 不是家属楼啊 应该是 有点像那个 怎么理解呢 就是以前那个 由于历史的各种原因啊 就是在建的一些小的房子啊 现在你看都都拆掉了 都拆掉 我不知道这一片这个 龟属的龟属给哪里了 是吧 这龟属给这个 寺院了 还是龟属给哪里啊 如果龟属给寺院的话 那将来这边可能会 会再做一些这个 其他的一个绘画 如果是龟属给这个 整个的市镇这边啊 那可能是 另外的一个 一些这个 用途是吧 目前我猜不出来了 不太不太敢确定吧 因为这个寺庙啊 这个规模啊 确实在 当然 当然分和水 分和哪个庙比 是吧 但实事求主啊 因为这个 在佛教寺院里啊 在京都地区啊 这肯定最大的 这个不用质疑啊 嗯 在武汉 在湖北这边 嗯 就那两个庙我还没有去过啊 一个是那个 嗯 应该是汉阳的吧 汉阳是哪呢 龟原寺啊 一个应该是当阳的 玉泉寺啊 应该叫玉泉寺 嗯 有一个玉泉山景区 我觉得 可能当阳那边的人 比较熟悉吧 是吧 但是在京都这边 这个寺庙是最大的啊 我们也还是走一走吧 走一走看看 今天我们能看到些什么 以前没有注意到的地方 嗯 这是那个 我们进来那个大门吧 其实你会发现啊 就是不管是 每个宗教啊 他的 他一定啊 会在这个建筑上啊 他一定会 会去追求一种 一种这种 我们不能叫完美吧 追求一种 他的意图性 是吧 因为说 这和你一个人 就是住家一样啊 你肯定是要 要去把房子装修一下 是吧 你会看 哪怕说你买个车啊 你可能要把这个车里面 内饰 加点这个内饰啦 或者干点什么 是吧 这样一个概念 这个寺庙也一样 你一定要把它做的 很精美啊 让人一看很舒服 是吧 如果一进来看 你的寺庙都歪歪斜斜的 那可能效果就不一样了 这样概念 嗯 嗯 这个 人现在还是那句话 这个寺庙的面积啊 和那个古代的时候 比起来呢 肯定是 嗯 没有办法 我觉得古代的这个 张华寺啊 可能最鼎盛的时候啊 这个寺庙面积 可能是 周边一大片 嗯 十倍我们不敢说啊 但是几倍于 现在这个现有面积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说由于这个 这个 这个这个 站立面积的关系啊 你看他就是 啊 一层叫柴守宝殿啊 这应该叫做柴城殿吧 是吧 我们出称柴城殿 二楼是地藏殿啊 应该公共的是那个地藏谱 那三楼是钟楼 钟楼 嗯 如果说是 原来可能就是 就是这个 不一定会建这么高啊 可能就是一个是一个 但是现在 嗯 包括好多地方 如果他这个 面积确实比较小了 那没有办法 甚至都都建好多层 是吧 嗯 这是天王殿啊 有的建六层七层 嗯 我记得像广州有个叫 叫大博士吧 因为他这个 确实是在市中心嘛 在闹市中心 嗯 在现代啊 你根本不可能说再去 大规模在旁边再去 再去买地了 这个不现实啊 因为他那个 大博士的那个 主体那个建筑吧 大概是六层 是七层 特别高是吧 向那个上面去 去那个 去那个 就要这个面积了 就要这个面积了 会有自己的一个 就像我们上学像上课啊 上班 我们也有上班的 这样一个工作啊 他们这个 寺院啊 也会有自己的工作啊 他每天啊 有早晨有早课啊 下午就下午 这样的一个部分啊 呃 念佛啦 念经这样的 这样的一些这个 固定的时间段 这两株啊 这两株是那个 呃 也算是这个市里的 很重要的这个 一个 两棵树啊 这两棵树啊 是那个 如果你看介绍的话 是楚国时代啊 据说啊 应该是楚 楚哪个王呀 亲手摘种的 当然这么说的话 可能会更好一些嘛 前段时间啊 这个两个梅花啊 都开花了 就白色的 粉白色的那种花啊 特别好看啊 嗯 现在再来的话 那花已经看不到了 所以 这个你每次来啊 可能有每次来的 不一样的地方 这个梅花啊 它会结出一些这个 果实来嘛 一上不结出来的果实啊 嗯 这个是唐朝时候的一个 希尔术是吧 很有历史了 可以千年左右了吧 那边那个是那个残堂啊 就是我们俗称的司堂吧 其实我们也也走了一些城市啊 嗯 一个城市啊 它有一些它的一些这个功能啊 如果说你看一些文章啊 或者看一些古代城市的规划 嗯 包括现在也是啊 就是它会有一些这些文化场所了 宗教场所是吧 起到一些那个 它应该起到的作用 这样一个 一个概念吧 啊 啊 对 啊 啊 最上面那是一次两个字啊 就是当时那个情少女皇帝啊 写的是什么 有的很重要的这样一个盘点啊 这边是那个赵虎兽写的那个大兴摩尼 嗯 因为这里边那个 嗯 做这个法会啊 人比较多啊 有山人也有那个我们说的信徒啊 嗯 其实整个宗教啊 它是不仅仅是宗教一个一个方面啊 它涉及到好多 嗯 你像社会学了 包括心理学了 人类学了 嗯 好多好多 嗯 各种各样的学科吧 是吧 看当然从这个 嗯 学术上我们叫学科啊 我们从这个 嗯 普通人的观角角度来看啊 可能设计的好多好多方便的东西啊 嗯 一般人的理解啊 可能就是信于不信啊 这样的一个一个比较 嗯 我们说的二分法嘛 是吧 因为大多数人思考问题 或者我们大多数时候思考问题 嗯 总喜欢非黑即白嘛 是吧 好与不好 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 是吧 这个事对于不对 是吧 嗯 但是事实上不是这样的 它不是这样 它是很复杂的 嗯 如果你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去思考 当然 当然 思考在在 在某些时候啊 其实越来越成为奢侈品了 是吧 大家都不太远思考了 是吧 嗯 会感受啊 会感受到他们 嗯 就到底为什么这样做啊 是吧 怎么说到底有什么目的啊 怎么说到底有什么结果 啊 当然这个 每个人和每个人的这个 最后的 思考的起点啊 思考的过程 不一样啊 自然思考的终点 它也不一样啊 其实就这样的道理 嗯 嗯 我们做了好多好多的视频了 嗯 其实也不算多啊 因为有好多人 嗯 做的视频更复杂 我们只是说我们如果 嗯 持续的再 再再出来走 出来看的话 出来思考的话 我慢慢慢慢会 会到达我们想要的那个 那个 那个结果吧 是吧 我觉得这样一个 一个思路 嗯 一个 一个寺庙啊 你就大概我们来 来来来说一下 它的一些布局吧 嗯 首先你看有门啊 就我们刚才进来的那个门啊 山门 是吧 其实它每个建筑啊 它都是有一个寓意的 这个寓意啊 其实是在你思想中 当然说它有个物理上的 这样一个界限 是吧 它有这样一个庙门 嗯 嗯 在某种程度上 它是在你思想上 形成了这样一个框架啊 框架 让你 这是一个什么 这应该是 也是梅树吗 还是什么树啊 这个开的正正正是 嗯 十滑啊 非常漂亮啊 这个我们突然看到这儿了啊 非常非常漂亮啊 嗯 它会会会在你思想上 形成这样一个 一个体系啊 这就是我们说的 学习要有什么 学习框架 是吧 这个 这样一个概念啊 啊 要有门啊 有三门啊 让你意识到你要进入到另外一个世界里 啊 进入到另外一个世界里 然后它会有重重的这样的 天王殿啦 大雄宝殿啊 包括玉佛殿啦 对吧 它两侧有钟楼鼓楼 是吧 然后这边啊 嗯 这这个牵手关心殿啊 这个建筑啊 就是这个建筑啊 这个 像个啊 如果你从这个高空看啊 像个正方形这样 违和的 这个地方啊 它是这个五百罗汉 嗯 所以你大概会理解啊 就是 呃 它每个殿啊 你比如像天王殿啦 大雄宝殿啊 它的共分的 这个是不一样的是吧 然后有五百罗汉 五百罗汉有五百罗汉的寓意是吧 哎 所以 它每个殿堂啊 有每个殿堂 自己的一些 呃 我们说建筑上的一些作用是吧 你比如五百罗汉殿啊 这个是 共共的是五百罗汉 一般只有大的这种 寺庙才有嘛 因为你想要 要要住成五百个 五百个这样的 那 一个 难话 当然说这个五百罗汉 我不知道 呃 就是哪个寺庙的五百罗汉 堂是最最有名的啊 它的材料啊 有好多种是吧 一般可能都是我们说的是 呃 是泥土是吧 泥土造成的啊 烧住的 但是你想五百种罗汉 那也是非常大的共产 一般的 小的寺庙是没有这样的一个 财力的啊 呃 它 它每一个这样的殿堂 有它这个 我们说的 呃 当然我们说结构嘛 是吧 说结构啊 你有这样的一个 看到这样一个实体 它有它功能的作用啊 功能作用就是啊 里面供着的五百罗汉 嗯 同样它有它这个 意义上的啊 就我们说的意义 是吧 它供着五百罗汉 不同的 那我们说的一个 意义上的不同 当然这些啊 关于意义的理解啊 每个人又有每个人不同的 呃 思考啊 所以说这个 就像我们说的啊 任何一个事情啊 对你可能没有意义啊 对别人可能是 呃 很多意义啊 你比如游客来这里 他来可能就是我看一下 是吧 对于信徒来说啊 那可能它是一个 在某种程度上一个 呃 一个精神上的某种 寄托吧 是吧 对于在这里我们说的 呃 出家的圣人来说啊 那可能啊 它有它另外的意义啊 其实就是这样一个概念啊 那这是一个 放生池啊 这有个碑啊 碑叫沉香井啊 肯定有个故事吧 这是讲这个这个井吗 这是这个井应该是 沉香井 嗯如果是导游的话 肯定会给你讲 讲个故事啊 让你听得特别舒缓 因为这两天我也看啊 有些网上 因为这两年这个疫情的原因啊 就是好多这个导游 那个可能没可能这个带团 这个不像以前那么多啊 然后他就 在在各个平台上做直播啊 我觉得也好吧也好吧 但是导游嘛 就习惯性的会给你讲一些 这个各种各样的 那个那种故事吧 当然故事是一个很好的形式啊 但是也分情况啊 分情况啊 有些导游喜欢讲一些都 就很很很不那个什么吧 很不太着调的故事 其实也也不见得说有好的效果吧 我们说还是要思考啊 因为人其实也是活在故事里面 人如果说没有故事的话 也很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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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难有活下去的这样的一个一个理由了 我们其实是为一个故事而活的 这样一个概念啊 尽管我没有意识到啊 但是其实我们这活在 活在别人编的故事里头是吧 就像我们做家长的 总是希望孩子怎么怎么样是吧 把这故事强加到孩子身上 那我们自己呢 可能希望啊 我今年要完成什么样的目标 我明年要怎么怎么样 活在自己的故事里 其实就是这样一个概念 呃 你看这寺院啊 它其实是摘种了 好多种不同的这个植物啊 像这边就是有一株这个 竹子是吧 我和那个那个是什么树啊 那个 那个叫棕榈树 是做棕榈树吗 嗯 因为这两天那个 那个叫什么 那个叫老栈树是吧 好像好像被那个什么了 是吧 被抓出来了 嗯 所以 做方便面 好多好像那个 就是大部分用的是那种棕榈油啊 我不知道 棕榈油是不是这种棕榈树啊 他们棕榈油和棕榈树有没有关系 嗯 它们是什么样的关系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的 还有你看它是摘种了 各种各样的树木 嗯 这个树木啊 它可能是不断的 不同的时期啊 有不同的花期啊 所以是 嗯 你可能一年世纪来的话 都会都能看到 不同的这个树在开花 所以这个 一个寺院啊 它 当然现在我们比较去点 寺院是吧 出来旅游嘛 其实就这些地方 呃 寺院了 是吧 然后还有就是一些这个 啊 所谓的园林 是吧 一些园林 园林也就是这个 啊 有建筑上的东西 啊 然后还有它这个一些 呃 功能上的 还有就是它的一些这个 我们说的园林 园林造景方面的 那其实寺庙啊 在某种程度上 呃 当然功能不一样 是吧 呃 寺庙是宗教场所 这个是 这个园林啊 它是 像皇家园林了 对吧 啊 寺人园林了 嗯 这些各个各的作用吧 哦 这栋楼应该也是属于这个 这栋白颜色的楼啊 应该也是属于那个 嗯 属于那个 这个 寺院啊 嗯 可能这栋楼主要是 我觉得主要是住宿用的吧 因为那个 像大的寺庙啊 就有很多就是 呃 一方面是别的这个 寺庙啊 来的 我们说叫挂丹是吧 来这边去 投 就是要住宿的 还有可能是一些那个信徒 他们会 回到这边住宿 所以这栋应该也是 属于这个 寺庙的 这个塔是那个 整个寺庙的一个制高点吧 哦 今天怎么 今天锁门了啊 我觉得是主要是这个气候 气候的原因吧 是吧 因为今天那个预报是有那个 大雨啦 什么闪电啦 确实这个 不是太 不是太安全 可能从这个安全角度上考虑 所以锁门了哈 正常的话 你是可以一直那个 沿着里边楼梯啊 当然楼梯比较陡啊 沿着这个楼梯可以一直到那个顶层啊 气层 气层可以这个俯瞰整个的这个寺庙 因为这个 好多好多人啊 喜欢看这个航拍啊 航拍的一个 一个景象啊 确实也是 就是我们现在看着 从我们这个这个角度啊 我们平视这个角度啊 但是如果说你从这个 从这个上面啊 从这个 从这个塔塔上面那个角度来 俯视这个寺院啊 它又有它这一个 我们所谓的 建筑上的一些美感吧 是吧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嗯 当然我作为游人啊 可能觉得这是一个 一种这个 观赏上的一种 一种 一种美嘛 但是从这个 寺院的角度上 它有它的一个 特殊的寓意和寒意 包括这个建筑的侧面啊 侧面那个 就是那种屋极啊 人家屋极啊 屋极上的一些彩绘图文啊 它都其实都是有 当然现在各个寺院啊 其实他们也在每个寺院 每个寺院啊 他们的 呃 大家可能知道就是藏传 藏传佛教 是吧 然后汉汉传 南传 是吧 这样的一个一些分类啊 呃 其实 一个寺庙和一个寺庙啊 他们之间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还是非常大的 呃 当然也不能说非常大 在某种程度上还是有差异的 这主要取决于 呃 这个 一般啊 主要是取决于这个 寺庙的历史传统啦 啊 取决于这个寺庙的 这个这个 我们说的主这个主持 是吧 啊 他们的一些自己的一些想法 一些思路啊 这个 一个寺庙 你在某种程度上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 类似于 有点类似于啊 就像一个企业一样 它也需要不断的去经营 不断的去 去适应变化 当然我们 如果说你 接触比较少啊 或者说你 没有对这个方面 有特别感兴趣啊 你可能 来一次和来十次啊 就感觉好像 没什么太大差异啊 只能感觉好像就是一个 一些房子啊 或者一些建筑 啊 然后有一些这个做法式的 三人啊 这样概念 但是呢 它其实每一天 每一时刻 嗯 也在变化 是吧 因为说你只有说 适应这个时代的发展 适应这个时代的变化 人们才会来嘛 是吧 就这样概念 所以任何事情 也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 也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 就是除了 除了你自己 好像在努力做一些事情 别人都 什么都不做啊 不是那个概念啊 就是每个人都在 嗯 嗯 不断努力的去去创新啊 去去改变啊 去适应这个时代的一个发展啊 这是玉佛殿啊 嗯 现在我们 流程下来的啊 就大多数的这种建筑分隔 应该都是这些清朝时候的一些建筑分隔了 嗯 当然还有一些比较历史比较久远的 像一些其他地方的 这个我觉得有错啊 你如果说你去 嗯 当然两方面来说嘛 一方面说 我们需要系统的去了解一些这个 古代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可以了解一些古代的建筑的一些 一些分隔了 一些什么呀 如果说你没有特别系统的话 那就没有好的办法 你只有多去啊 多去不断的去观察 对吧 你去一次和去十次 那你感觉是不一样的 包括它的这个 建筑的一些特点啊 一些这个细节的细节的东西